为什么大医院不让做无痛人流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陈健西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为什么有一些大医院不让做无痛人流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人流呢 特别是无痛人流呢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小手术了 基本上各个医院呢 都在做这个手术 那么什么情况呢 不给做无痛人流呢 那么多数呢 是一个就是有炎症 你比如说我们存在有生殖道的这种急性炎症 那么这个是流产的一些禁忌症 有禁忌症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做的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做人流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呢 怀孕的这个胚胎组织呢 有一个合适的大小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时间 如果说这个时间过长 这个胚胎组织 胺囊组织呢 已经长得过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做人流手术呢 已经不能保证安全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做的是 药流加轻功手术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也就不给做了 另外呢 考虑呢 有一些大医院 特别是病人数特别多的这些医院呢 有可能存在一些 麻醉医师数量不够 那么不能应付这么多 手术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